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可以订阅 按旁边的小钟就不会错过这影片 另外也可以上我们的Facebook给个like我们 就可以在Facebook里面看到我们的最新资讯 大家好 中夜日景公馆的上集 我们就看了两个市委和整个区委的介绍 今次会看另外两个市委 再会给大家了解整体的规划 现在我们先听听阿罗对于整个环琴楼市 以及中夜发展商的一些看法 现在环琴普遍住宅楼是五万多元左右 五万多元一方这些水平 大家都知道旁边是澳门 澳门的楼价也不便宜 说的是一万多元一尺 即十多万一方这些水平 其实环琴哪些人买得多呢 除了我们香港人 有部分香港人投资环琴之外 其实最多人买得多是澳门那边 澳门那边去环琴买楼 澳门那边去环琴买楼 其实如果他们有澳门车牌 是可以向两地政府申请 进入环琴那边 有一个澳门鞋 然后便可以駕回澳门那辆车去环琴 而不受到什么限制 在环琴岛内 所以在环琴岛生活对澳门人来说 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除了现在目测到澳门大学 所谓搬到环琴之外 其实就是住宅楼 即是我是澳门人 我买了环琴在环琴 都可以随时去那里居住 那种情况 再加上 我印象好像半年前那样 澳门政府也直接在环琴这边去拿地 去开发自己的居屋 类似我们香港的居屋 所以见到两地之间 环琴和澳门之间的合作 其实是很频繁的 亦都我自己 如无意外 我亦都相信 我自己个人相信 亦都不反映任何人的意见 环琴和澳门 总有一天会合并 这个合并不是在于 哪个吞并哪个的问题 是在于他们 他们会很深入地交流 深入地去互相融合在一起 而这个互相融合 大家是感觉不到的 大家是不可以用一个法律的条文 或者我们香港人很容易感受到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澳门和环琴 又或者澳门和珠海之间的距离 是一河之间 我们香港虽然和深圳 亦都是所谓的一河之间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香港靠近深圳的边境 是没有开发的 大家如果可以留意 我们香港靠近深圳的土地 是没有开发的 相对于澳门和珠海之间的关系 是紧密很多的 所以也不能将澳门和珠海之间的关系 去套用我们香港和深圳之间的关系 我们香港和深圳之间的关系 我自己的感觉 是仍有一个地理上的距离 这个地理上的距离 是约望20多公里 20-30公里左右的距离 这个距离和澳门和珠海是两回事 所以我自己个人是看好横琴这边发展 我看好横琴的发展 在于他未来 亦是说十年后 或者十五年二十年后 他和澳门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今天就趁着自己 仍在珠海的时间 就想再次进入横琴那边 再统多个圈 看个股票 就是叫做中野 中野这个发展商 中野大家都听过 有买开股票 简单来说 都会对它有恶有恨 股票是1618 中野股价是一般的 上市价是6元 我没有记错 今时今日跌至过多 幸好我自己买得不多 但都会输钱 买这只中野股票 我印象当中 我都好像看过中野 在其他城市的project 今天再次去横琴 看一看中野的产品 在横琴这边发展得 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听完简短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现场的示范单位 会看一个最大和最小的示范 这个就是我刚才介绍的一期的 十三十四到 柳黄单位 是柳黄单位 171方送了35个方 可以用到210方左右 我们再来看看 他也是做了4房2厅 3个食手间 这个跟刚才一样 我们的日历 左手边是厨房和生活价格 但是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右手边就是一个横厅 这个是7米2 7米2 整个空间 还有景观面是非常漂亮的 是 戴了落地玻璃窗 看了小横琴山的风景 是 但是是向什么呢 这个又是向 全部是向南的 向南的 这个位置就对了 这个样板房和实体的位置是一样的 嗯嗯 结论是22栋 13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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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还可以看到 还有那个海景 还可以看到海景 这里是猫猫 周水系 是 它这里达到200米 全面完全是没有遮挡的 是 可以看到好一点 行 好 这个楼下有一个 多个人厅 一个客房 都是得业 送一半 有一个公共洗手间 但是你说这个一千万 那单价是更便宜 还是越糟 这个是贵一点 6万元的公价 这个价格 我们现在买价格 就价格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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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雨光孔导 也帶上衣帽間 這個是老人房 老人家自己用 樓上還有一個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這麼大面式的主人家 我們可以送給你洗一下 好,上到二樓了 二樓的庫間跟剛才的下面差不多 一樣 洗手間 然後也可以放在衣帽間 這裡可以整個大衣櫃 然後是書桌 這個面積會大很多 但是 我自己的感覺上 三間對比的話 我也是喜歡 一百二十五 對,一百二十五 我看你應該是喜歡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五就是經濟 性價比最高 三個戶型對比 這個是屬於豪宅 完全是享受型的 對,我明白 但是享受型入場費一千萬 那就是 剛才那個是六百五十萬 六百五十萬 六百五十萬就可以入住橫琴 對 但是空間都是四房 對 剛才我們介紹了三個戶型 三個戶型都是四房 都是四房 但是四房來說 真實感受 真的第二那個是最划的 對 如果我自己要買 我會選第二 嗯 就是優先選第二 嗯 因為你要想想 我還要 裝修範圍 嗯 對 你剛才 你剛才 給個客人 還要去 衝一下 我覺得還要預留幾十萬 五十萬 一百萬 對 搞完裝修 對 哇 應該很漂亮 我先把這條子 給大家看 很辛苦 這個就是九十八方的全副式的 這個是我們剛才介紹的七棟和八棟的中間位置 B3戶型 九十八方我們完全送了21.9個方 我們進去看看 這個戶型它就做了三房 三廳和兩個洗手間 都很實用 這個十樣擬去到百分之一百 那 進來右手邊呢 是一個 廚房和生活陽台 嗯 雪櫃放在哪 有什麼建議 放在這裡 雪櫃放在這個空間 對 放在這個空間 我們所有的戶型 都會帶有雙陽台 因為我們是70年 純住宅 純住宅 都是豪宅盤 所以一定有雙陽台 八、七年 六月份 對 這個發展商是很均真的 一七年才拿地 那就開始賣了 嗯 那它真的給大家足七十年 是的 如果大家一看大陸樓 可能會知道 有些發展商就不是的 可能就曬地曬了十幾二十年 甚至乎三十年 還有四十年 然後才告訴你 因為它走路地的話 對 成本低 那這裡呢 有一個搜納空間 有一個搜納空間 到時候你可以整理 那樓下有一個光幕洗手間 是 咦咦 這邊呢 有一個客房 這個客房呢 做了拿地玻璃窗 還有送一半的面積 OK 那兩層加起來 這種呢 都是六米一 一層三米零五 哦 這裡有沒有都有窗的 有有有有 全部都有 有有窗的 是 那這邊呢 南邊呢 是我們的主要台 餐廳和客廳 這裡還有一個收納空間 樓梯底 都可以有作為收納空間 這裡還可以整個收納空間 是 對 樓梯底 九十九 好 上去看樓上 樓上呢 就 又多了一個廳 是 是 是 這個廳呢 你們可以在這裡工作 是 喝茶 都可以不打擾 主要房間睡覺 是 那樓上呢 一起呢 有兩個房間 這兩個房間都是向南的 我們三個房 這個 這套屋的特典 就是三個房間 全部都是南邊 全部向南邊 下房呢 我們都是送一半 做了拿地玻璃窗 是 可以看到這個方向 跟我們實體的不同 都可以欣賞到 小樓行室的600 是 是 有一個公共廁所 公共廁所 公共廁所 有窗的 全部都有窗的 是 這個漂亮 這個也 我想請教 什麼價錢呢 這個大概 大概 五萬七的公共 五萬七 即是八十十萬 我講的全部都是面價 未打折的 哦 大概打到幾多折 因為它 今晚的折扣 還比我們 昨晚端午折 之前賣過什麼價錢呢 差不多 它有一個 即是一個 即是一個 即是一個九百 有一個九九 是 大概是這樣 但折完之後 五百五十萬都買到的 是 都可以買到的 是 我們看看這間 主日房 是 主日房 它帶了衣帽間 我去看看 這個主日房 我計了一下 加上窗 大概是二十個窗 左右 這個是屬於真宋 全真宋 嗯 好 每一天開窗 就有 風景優美 是 其實我們這邊 全部都是 醫生飯碎 這個 這個盤的特點就是這樣 好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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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複色的東西 平層的東西 是沒有的 平層的東西 還沒煎 還沒煎 現在我們怎麼去 收樓的東西 沒有東西 好 沒問題 沒有 我自己看完四個 我也是 都是喜歡第二個 哈哈哈哈 因為四個的價錢 就是 700萬 650萬 700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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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幾 然後就 1千 1千 然後這個就 500幾 對 對 對 推薦大家都是第二個 126 126 126 我沒有記錯 126 第一個是 141 還是146 141 141 126 然後171 然後99 126 這個114做了四房 常理很高 114一般呢 就是做三房的 但入門口口這個位置 有一個圓關 是 南八通透 是 反面陽台 生活陽台 這個主陽台呢 是南邊 是 這個是客廳 客廳 開間去到三米九 去到三米九 是 這個A1號型 三米九 那我們向入邊行 是 是 主人套間 衣服間 是 主人洗手間 這個是在南邊 是 那南邊呢 還有一個客房 是 這個主人套間的開間達到三米六 三米六 三米六成三米五 是 這個都很大的 那來到北面呢 我們有一個書房 和有一個客房 是 這邊做了大的路地玻璃窗 然後這邊送了一半的麵 是 這個書房呢 大概是九點五個方 九點五個方 是 所以都不算浪費了 是 都幾大的 那我 實際些 什麼價錢呢 這個大概是五萬五個方價 總價呢 總價六百萬左右 要六百萬左右 是 OK 其實這個呢 都很多人喜歡 因為它是一個大庭層 有十個 是 六百萬 嗯 那就是 我自己的意見 又是兩個選擇 是的 即是 六百萬的話 即是大家的範圍是六百萬 那 六百萬到七百萬的範圍 我就推薦 要不就是評測 一一四方 要不就是剛才 一百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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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複式單位 因為兩個戶型都是四房 是 四房兩位的設計 是的 但是它那個客飯廳呢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個你剛才說 九米五 是 乘四米四 是 九米五乘四米四 即是 三十五 三十五個方 是的 但是這個就應該沒有那麼長 是 這個沒有那麼長 所以整體我也是 過人推薦 又是一百二十六 又是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六 我不知道這條片出完 你們會不會加一格 因為我最擔心就是 發展商會不會加價 暫時不會加價 暫時不會加價 如果我們往後推 每一個平方 大概是貴兩千元 貴兩千元 是 賣完這一棟 就推下一棟 下一棟 就貫禮 加兩千元 加兩千元 但是你們七月一號 今天是七一 那就沒有反價加價上去 沒有 因為我們這幾棟 端午線 剛剛推出來加推 有沒有特價單位可以介紹 就是二樓 二樓可能是最便宜 二樓最便宜 但是最低是一樓 沒有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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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價單位 我想看一看 那個特價 所謂特價單位 什麼價 特價單位 是 一樓 一樓 這也是三棟 因為三棟為何這麼便宜 因為三棟現在賣剩下 就來 幾套 之後八樓都幾 六樓都很美 五萬三棟 可以嗎 是啊 三棟就是這棟 這棟 OK 三棟 三棟是它那些便宜 七八棟 三棟很美 上一月五月二十 但是這些單位還可以買嗎 可以 這個上一月五月二十四號區 三棟就是複色 二棟就是剛才平層 平層 五棟就是 我們剛才看第一個 是的 這個五萬三 我們現在買五萬五 這個五萬五 我們現在買五萬七 平方是貴兩千元左右 好 好 清楚了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我們就 要買樓了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就隨時聯絡我們 是的 好 差不多了 好 各類型發展商供市所的證件等等 我們自家兄弟都幫大家看過了 沒有問題的 大家自己去到現場記得都看看 好 好 我先是 我們在這個一期 一期的前面 一期的前面 二期在 這個位置 買這個位置 那學校呢 學校呢 學校呢 學校就在這邊 這個位置 這個 這裡就是能力真心 這邊就是整一條公園 這邊都很濕 這邊都很濕 這邊東方高爾夫 我們都很濕 我們都很濕 都很濕 這個位置 我們經常有校務的 住宅用地就很少了 一塊 還有一個問題想請 因為潮牌呢 有出了一個所謂的特價單位 東底房 哦哦 東底房 四棟是哪裏 四棟 是一期還是二期 是一期 我們現在呢 再詳細講解 整個樓盤的規劃 會在模型裡 逐步講給大家知道 殺了個位置 是 那我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以後這一成片 都可以拆了 打造一個 一萬平方的中央公園 以後我們的業主 吃完飯 就可以過來這邊散步 這個相當於 我們自己的 專屬的公園 來的 北邊還有一個 花海長浪 就是五公里 就是沿著條河 沿著條河 沿著條河 到芳州濕地公園那邊 那整個小區呢 佔地是十七萬平方 建築面積呢 是二十三萬平方 用積率呢 就非常之低 低1.35 1.3 就是相當於別墅 那六化率呢 去到百分之三十五 三十五 是 整個小區呢 一個三十五棟 這邊是我們的一期 一期呢是十四棟 現在最瘦的就是 十三十四棟 中間樓層 就是十五樓左右 12到十五樓的 那是一百七十一方的 半幅式 半幅式 對這邊 十三十四 那二期呢 一起呢是二十五棟 這邊是南區 那邊是北區 北區呢是十一棟 我們過去看看 看一下那邊 好 好 一圈 是啊 已經賣光了 那我們就是 留了幾套十三十四的 六樓 OK 其他全部賣光了 但是大概什麼面積 就是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一 那 它送了三十五個方 就是差不多二百一十方 二百一十方 但是總價去到什麼 總價去到一千萬 就是一千萬 對 均價大概是六萬元左右 均價六萬元 無批 無批 OK 好 接著二期 二期 在中心香園 這個位置呢 有一個一千八百平方的會所 就是裡面有健身的 有私人演會 就是私人演會 就是私人演會 以及兒童遊樂場 這個裡面都有的 是 不過一區北面這裡 是一個神一級小學 神一級小學 但是現在正在興建 這個小學 正在興建 正在興建 九月份開始 就是今年的九月份開始 招生 OK 就是招滿了之後 現在已經興建了 是 應該明年就可以 那這個是六年制 還是九年制的小學 六年制 六年制 就是小學三十個班 OK 明白 這個就是停車場 到時的家長 折送 這個就是停車場 專屬的 這個停車場 是 OK 那小區裡面呢 有兩個遊泳池 兩個遊泳池 是失敗的 是 西外遊泳池 那這邊呢 我們現在推的就是 一棟 六棟 還有七八 是 一六七八 七八棟的 會形是一模一樣的 我看呢 剛才你介紹那裡就是一旗 跟著這邊就是二旗 是 二旗你們分南 北區 對 北區南區 北區 北區就先賣 是 就是二旗北區賣 那現在主力就賣回 一、六 一、六、七、八 是 二、三、五已經差不多賣光了 二、三、五又賣光了 上一個月 五月二十四號開股的 是 就是賣光了 整個北區呢 我們最高只有十七層高 十七層高 就是沒有那些二十層高 OK OK 嗯 又大概什麼面積呢 比如舉個例 一棟這些 一棟是一百一十四方的平層單位 就是A1 A1 OK A1 平層單位 一、一、四 一、一、四做四房 是啊 很好啊 一、一、四做四房 小見 嗯 其實我們 實用率也很高 如果它是一、一、四做四房的話 是啊 一、一、四做四房 因為我們小區主打的就是 實用率和正常面積 還有容積率 是 但是我想請教 這個算是兩梯三戶還是什麼 這個是一梯兩戶 一梯兩戶 嗯 就是有些客人覺得下面積細 可以兩戶一起打通 OK 一梯兩戶 最高是十樓 十樓 十樓 一棟只有十八套 一邊只有九套 OK 但是 它一樓是一個六米的架空 這樣大概賣什麼價錢呢 這個 六百萬五戶 這個是差不多 差不多 六百萬 這個是五百萬的一個關卡 嗯 OK 之後我們看一下錄動 是 錄動是兩梯兩戶 兩梯兩戶 就是想要獨不獨 是啊 然後是一百四十一的半複色 半複色 這個是四一和四四 四一 四一 就是樓上一個主型套間是送的 OK 好 明白了 這個呢 一百六十一呢 它送了三十個方 送了三十個方 其實它的電池面積呢 去到一百七十個方 一百七十個方 對 放駛上面就寫一百四十個方 OK 明白 那七八棟呢 我們中間是全蓄式 就是上蓄式 全蓄式 就是一樣的 這個是九十八方的 就是B3的形 B3我都要磨 沒有 B1B 只有B2 B1B 這個就再細面積多一點的感覺 是 這個送了二十二個方 送了二十二個方 是啊 它都是一樣的主要方式送的 OK 這個細用率呢 就去到百分之一百的 百分之一百 嗯 我想請教呢 這個兩層 都是六米高的 就是正常標準流程 六米一 一層是三米零 三米零 還帶有雙陽外 OK 生活陽台和南邊有一個陽外 OK 那七八棟呢 我們單邊位就是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五 單邊位就是一百二十五 兩邊 單邊位是一百二十五 中間戶就是九十八 一百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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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半幅式的 都是四張 半幅式四張 半幅式四張 OK 好 那有沒有陽版房 有有 其實我和你講一下 我們的會員和其他不同 是 第一呢 我們全部都是上下絲襪 就是絲襪做得超好的 因為樓上只有一個主人圖鑑 我們和小孩子和父母都可以分開來住的 是 之後呢 我們可以做到 每一屋都是超難的 想不通的 你看到 我們這些所有的會員 都是陽台 主陽台和主陽網 都是難免的 OK 第三點呢 就是剛剛才講到的 我們的陽積率 整個環境島 是最低的 1.35 是 第四點呢 就是我們的開間 達到了四米四 一百四十一 一百二十五 這些開間全部都是四米四 嗯 第五點呢 就是一個贈送面積 這個送了九點二五 這個送了三十 這個送了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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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贈送面積超級多 實用面積相對來說就是多 嗯 那我們和其他人不同的 就是不是送飄窗 送陽台 這些是常規要送 但是我們送的是主人房 送主人房 是 對 之後呢 我們送了一個呢 就是 每一間主人房呢 都帶賣 嗯 布露式的衣帽間 哦 布入式的衣帽間 對啊 因為王藤現在裸地很怪 對 神法 神法都是第五 是 你帶那種衣櫃 第一是 房間又夠大 是 第二 是 是不是 我們全部都帶有 嗯 第五點呢 就是 什麼呢 就是 小光層 這些全部都是小光層 就是沒有三十幾 四十幾 那些 這些都是 現在都市人 城市裏面的人 最喜歡的 好了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 就主力是賣給香港人為主 或者澳門人 嗯 其實香港人澳門人 如果想做案件 又能不能做到 可以 可以 完全可以 我們有四大銀行 澳工行 澳建行 澳中國銀行 以及大西洋 OK 即是澳門四大銀行都做到 都做到 即是公銀 中銀 建行 大西洋 四大的澳門銀行 全部 那他們都可以借港幣 可以 利率就三點幾 3.25 3.25 然後3.25 就看 如果你的資質好 可能更加低 那我們跟客人說的就是3.25 3.25 好 好 那 那 什麼時候交樓呢 如果去完現在這一期 這一期呢 就是後年 2022年的6月份 2022年6月份 這邊是明年的9月份 明年的9月份 嗯 另外我還想請教 因為我在網上看到消息 就是說 有些樓是無批樓 嗯 有些又大徵裝修 那有什麼分別 即是你們賣什麼時候 我們呢 全部交樓那時候 是無批的 是 那如果客戶呢 即是他想要裝修的 是 我們都有套餐 提供給客戶 人家選擇有五千塊 或者幾千塊的 人家選擇 是 如果你有朋友 幫忙裝修的話 那就更加好 是 OK 但是剛才我舉個例子 你說2022年6月份 就交樓 那時候算是交無批還是 無批的 那時候也是無批的 統一個無批交樓 交完 那你現在想要裝修的話 裝修的話 我們就提供了套餐 是 2022年6月份交樓 我們就開始幫你裝修了 OK 好清楚了 清晰了 若然你覺得模型太大 你看不真它整個項目的規劃 或者有多少動 那希望我提供的這個圖 可以給大家提真些少 整個項目都是相對低密度的一個佈局 好了 剛剛就看完中野這個project了 那就 我們看了 我們看了四個的 複式產品 算是複式的產品 比我感覺上都很好 很好 四個不同的戶型 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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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都未深究它 是否真的贈送了很多 但整體給我自己的感覺 是很良好 那你說 價錢 入場費都說是500萬起 那五百多萬 六百多萬 甚至七百多 過千萬都有 這個價錢 我相信不是一般香港人買得起 買到 或者不是特別想拿這塊錢出來買 但是 以我所知 的確有不少香港人 香港人有買到橫琴的樓 就算以前也好 說入場費都300萬 四百多萬的年代 香港人都照買 所以你說六百多萬七百多萬 可不可以接受到 就看大家了 即是看大家的資金實力 我自己會推薦這個盤 推薦這個盤 當然它有缺點 最大的缺點就是 就是去無比價賣 無比價賣 無比價賣 都賣到過五萬元一方 整體上 價錢是貴 但是它 剛才說到橫琴樓 只有這麼多 規劃上 只有2萬個住宅樓 住宅的屋企 那你分一下給澳門人 分一下給珠海人 分一下給全中國 稍微買得起 六百萬七百萬樓 那些中產 我先不要說符合 中產那些人 那香港人又分到多少呢 即是 兩萬個名額 我想香港的比例 如果有二百個 其實都已經不錯了 一個巴仙 甚至乎 可能現在有五個巴仙 一千人都已經不錯了 那我相信 隨著橫琴的樓價 越來越貴的時候 或者它的配套 越來越成熟的時候 現在五萬元一方 都不打算入場的話 假設 假設將來 又是升到六萬七萬 八萬九萬的時候 大家又更加不會賣 亦都 開始又真的接受不到 因為價格已經等同香港 又或者等同澳門的時候 那大家又會不會再買呢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 如果你有實力 你資金是充裕的 那我會建議 你可以過來看一看 過來橫琴這邊 到處去看看 看看這個樓盤 能否符合到大家的需求 那我自己 整體是良好的 對這個樓盤 我自己的意見是良好的 橫琴島有一個特色 就是雙住樓很多 寫字樓很多 純住宅用地 就不是很多 這個樓盤 是符合到純住宅樓的定義 有它的商業中心配套 有它的學校配套 有落會會所配套 等等這些 這些都是它的賣件之一 所以就看大家 我就不再多說這個盤的情況 希望今天帶給大家這個橫琴樓 可以幫到大家 下次再見大家 拜拜 在影片完結前 我們都講多一點點 金海大橋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 目前金海大橋 已經正式動工一段時間 根據最新的官方 發佈的一個未來見證後 交通的時間距離 如果你是由橫琴 進出這個金灣 其實在講十至十五分鐘 到時已經是可以 經這個金海大橋去到 另外 如果你是要由拱北關口 去到金灣那邊的機場 其實要多久 在講的都是二十五分鐘 即是說 其實這條橋 建成之後 不只是帶給橫琴和金灣 一個距離上的交接是快了 即使你是拱北關口的頭 是要去到珠海的機場 都會比現在快了很多 二十五分鐘的時間 全程基本上沒有什麼紅綠燈 就可以經這個延長線 一路再穿過金海大橋 去到珠海的機場 曾經有一段時間 金灣這邊 是依靠著金海大橋的消息 來賣金灣的樓 但今時今日 金灣的樓都貴了很多 現時最貴的 三萬元以上的平方米 所以這條橋是否只是帶動到金灣 過去橫琴的一個有利之處 我自己看回 未必 我相信是橫琴和金灣 都絕對能夠受惠到這條大橋 也就是所謂兩個地區的互衛互利 而不是金灣好像沾了橫琴的金康 那關於這件事 大家有什麼意見 都歡迎留言和我們聊聊 最後提多次 還沒訂閱我們的朋友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